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有關於本港的消息 在昨晚南華早報刊登了一篇很令人轟動的報導 這篇報導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說大陸政府正在考慮 要禁止BNO持有人在香港出任公職人員 甚至還說要褫奪投票權 但還未有最終定案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南華早報的那篇報導提及到 有關的建議可能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今個月20日至22日所加開的會議上 進行討論 但未必會即時拍板作出一個最終的決定 消息人士指出 將會有兩個針對BNO持有人的反制方案 進行討論 包括要禁止BNO持有人 出任香港的公職人員 以及要褫奪BNO持有人的公民投票權 消息人士就認為 取消出任公職人員資格是較為恰當 也是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據 但是要褫奪投票權 在法律上就會較為複雜 但是有部分的親中人士 就強烈支持要褫奪BNO持有人的投票權 南華早報那篇報導就是這樣說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得到這個消息的真偽 唯有就叫做孤妄聽之 因為其實很快下星期 全國人大常委會都會開會 到時就一清二楚 其實南華早報以前引述的消息 都曾經有中過 這篇就未知 我們暫時基於他們的報導 先說 在可能討論的兩項反制方案裏 我就相信 禁止BNO持有人出任公職人員的做法 影響肯定會大得多 至於投不投票權 事實上市民都已經很冷淡 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都不說太緊張 我們就說說第一項可能的反制方案 就是禁止BNO持有人 擔任香港的公職人員 消息人士就說這個選項就叫做 教具有法律依據 實情有沒有法律依據 我都認為是不需要討論的 因為一旦要執行起來的時候 當然有法律依據 當然是依法治港 這些不用說了 總之他就是大石砸死蟹 他怎樣都說是依法 如果這一項反制方案 真的執行起來的時候 所有的公職人員 就難免要即時面臨著一項的抉擇 就是要在就業 和擁有BNO之間 二選一 那究竟什麼是為之公職人員呢 有些人就說 純粹是說那17萬的公務員 包括那些紀律部隊 當中有三萬六千個警察 當然現在說宣誓那一項 所指的公職人員暫時就是公務員 但是如果大陸真的要推這些 反制方案的時候 我相信大陸也是很想 終極地解決這個議題 所以到其時那個公職人員的涵蓋範圍 很可能就是會大到超乎 那個想像 現在就很流行一種說法 就是說 留不住你的人也好 起碼都要留住你的錢 現在那些強職金就是面臨著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 為免引起強烈的經濟動蕩 在大陸的眼中 一定就是少些人移民 就好過多些人移民 所以我就看不到 為什麼公職人員的涵蓋範圍 只會局限在那17萬的公務員 只看宣誓的安排 就已經看到端毅 連公務員都未完全 宣誓的時候 有些官員或者建制派就已經走出來說 下一步究竟有哪些其他公職人員應該是宣誓呢 這樣 有人就建議過教師 有人又建議社工 區議員 實情這些東西的共通點 無非就是 由特區政府資助來出糧 所以我就相信 如果將這些 反制方案推到最終極的時候 所有凡親是由特區政府資助出糧的 那些崗位 都可能 是會墮入了這個所謂公職人員的範圍 都不奇怪 當然現在 大家猜猜猜 最終是怎樣 就取決於北京的態度 如果他要管得嚴 那麼涵蓋範圍就調到最大 如果要管得鬆一點 就只是公務員 所以一旦真的執行的時候 那17萬的公務員就一定是鐵膽來的 看看是拖哪些腳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大陸真的要推出這些反制方案 就真是一不做二不休 何必要分幾個階段 所以我相信涵蓋範圍可能會很大 至於有些人就說 到底這些反制方案 那個可行性是有沒有呢 到底大陸是知不知道哪一個人有BNO或者沒有呢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重點 首先來講 如果大家拿過BNO護照 進行出入境 或者是給過不知哪些航空公司 來辦手續的時候 很可能入境處就已經獲取了這些資料 其次的就是 就算你說他也不知道哪個有哪個沒有 我又沒有拿過來去旅行 可能到時候他就會增加一些罰則 專門就是針對那些隱瞞擁有BNO的人士 如果一旦被人查處的時候 可能會很嚴重 胡志偉正正是一個好的例子 他漏交了BNO上去 於是現在就沒得保釋了 如果當局真是弄一些針對性的罰則出來 被人查到也很嚴重 我又見到有些人在網上就說 不要緊的 因為BNO這個是身份來的 不是護照來的 可以撕毀了也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 當這些反制方案真的推行起來的時候 當局的執行力度是有多嚴格 如果他嚴重起來的時候 他又可以設置一些篤灰熱線 如果大家曾經在一些 朋友之間的場合曬過BNO護照出來的 可能被人篤灰 又或者如果擺過上這個社交平台 曬出來的 我見很多人一收到BNO 就放上網 我收到了 可能被人截圖 可能又走去篤灰 或者有些專人 24小時監察著這些人 一說收到BNO就會對回他的身份 就下了保也未定 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是不是 都不知道 如果他要再做盡一點的 他有什麼辦法呢 假設所有97年7月1日之前 出生的人 都是擁有BNO的 要求你走去英國的home office 退出 BNO的國籍 還要拿一份證明的文件 給他看 又或者你沒有這份文件 你說你沒有 可能又要簽一些不知道什麼 是有法律效力的 一旦被人查到 又是出事的 總之他要做的時候 就什麼都做得到 就算他沒有那份名單 他都說可以執行得到 因為他實在有太多的手段 可以動用得到 如果這個反制方案 真的執行上來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呢 肯定就是加速了 移民進度 當然 無論有沒有反制方案 對於那些已經 心意意決 一心要離開香港 要移民走的人 又或者 他都已經是立下心牆 要留在香港 共同進退的人 對於這兩班人來說 沒有任何影響 你弄一百個反制方案 都動搖不了他們的決定 唯一動搖得到的 就是那些十五十六 猶疑不決的人 那些人才要作出一個 兩難的抉擇 如果不是那些 他一早已經選定了 那些沒有影響 他都選了 對於那些還在選 未拍板的人 就有影響 對於那些人來說 肯定就是會加速了 他那個抉擇的程序 因為擺在你面前 要不就是 做公職人員的職位 就是就業的崗位 要不你就拿著 BNO護照 申請五加一移民 那就變成是二選一 當有兩個選項 擺在你面前 逼你選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 就決定 不行了 不如提前走 肯定就是會加速了移民的進度 是爭在 到底這幫人 是佔多數 還是少數 但是我又覺得 是佔少數 因為 香港的 公職人員 老實說 那個 薪酬待遇 就真的好 到沒有 你說如果 去到外地 找不找得 雙同的 薪酬呢 是比較困難的 大家坦白一點 所以大部份不走 也不奇怪 但是 會加速了有部份 深大深小的人 離開 至於 說到什麼 褫奪投票權 那件事 其實我也不想評論 因為很無謂 但是大陸就要做到足 確保得到 是萬無一失的 確保得到 你不會有 偷襲的情況 是出現得到 但是我又看不到 香港人對於 那些什麼投票的 還有幾熱衷的關注 根本上現在大家看到的那個制度 你選進去之前 又可以DQ 選了進去又可以DQ 基本上 在國安法的大環境下 他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那你還選不選 已經是對於 香港人來講 是沒什麼所謂 那這件事又很現實的 當大家都看到 議會的功能好像不是很存在的時候 還有多少人會去很熱衷參與這個遊戲呢 如果純粹說到投票權 應該就沒什麼人理 但是如果牽涉到其他的權利 比如說 房屋 社會福利 醫療 教育等等 如果牽涉到這些範疇的話 那就不同說法了 如果你說純粹投票權 我想 大家不會關注那件事 最關注就是 出不出任得到公職人員的問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